九合一大选即首次修宪复制公投即将在26号里登场 为了让手投足了解选举规定 宏观科大的学生会特别举办学权州 不只列印了公投公报 也印制选票设置投票箱等等 把校园的议题当作公投的题目 所有流程也都比照实际的选务工作来办理 主办男位也希望鼓励更多的手投足 能够把握神圣的一票为自己的权益来发声 同学们将神圣的一票投入票箱当中 但这些选票并不是要投给哪位候选人 而是宏观科大学生会所发起的校园公投 不只列印公投公报 也印制选票设置投票箱等 所有流程全都比照选务工作来办理 也让今年的手投足学生提前感受投票氛围 刚刚投票我心情有点紧张 然后也会期待说就是投票的结果如何啊 然后还有就是开始思考说对每一个议题的看法 然后还有意见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体验 就是对于还没有投过票的同学来说 也算是一个首次的体验 然后也可以更加了解投票 就是一些注意事项吧 我觉得蛮不错的 20229合一大选及首次修宪复决公投即将在26号登场 搭上选举热潮 宏观科大学生会从10月中就开始筹办 搜集各方意见后发起三项校园公投 并在学权州举办校园投票 除了让大家参与学生自治之外 也希望让校园议题被更多人看见 这个议题是就是前阵子在109年度 废除的劳作教育要点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废除劳少 那校园中因为大学生都不乏有吸烟者 那我们就是有设立吸烟区 最后是我们学校有服务学习 但是他一般情况下 他是不采纳社团出去服务的 但是我们认为其实社团人 他们如果用他们学习到 在社团所学去服务社会的话 应该是可以被采纳 所以我们总共是这三大议题 主办长也表示 许多大学生都是今年的手头组 没有任何的投票经验 因此透过校园公同的举办 不仅为自己的权益发声 也希望鼓励更多的手头族们 积极参与民主选举 投出神圣的一票 介绍播和台中常报道